大肠肌躁症简称是肠躁症 是一种功能性胃肠疾病 器官本身没有病变 但病友就是觉得不舒服 症状包括腹痛、腹闷、腹脏等 通常伴随排便习惯改变 事实上肠躁症过去是被认为 跟基因环境与压力的因子相关 目前实际的原因仍然还不明确 而现代人工作忙碌的生活形态 的确也会让肠躁症的病人持续上升 尤其以中年容易紧张的妇女为主 目前这种有可能是内分泌 或者是荷尔蒙 或者是情绪来压力引起 或者是胃肠道的主痛的不正常 那它的症状最主要就是说 它是要有腹痛 不管这种腹痛有可能是脚痛 有可能是闷痛、脏痛 那这种腹痛随时来 有可能是最常见的是拿肚子 那有人可能是以便秘的方式表现 排便的异常 可以是便秘 可以偶尔又恢复正常 但是偶尔可能又有水便 甚至是大便比较松散 不成型这些排便异常 那临床医师可能得根据这一个病人 有没有具备一些危险因子 去排除包括家族史 有没有这些癌症的病史 可能性息肉症呢 那或者是患者 有没有使用一些软便药物 或者是一些特殊药物导致排便异常 目前全球长造症盛行率约占11%人口 台湾长造症的盛行率为23% 长造症不仅带来不适的肠道症状 也增加患者的焦虑感 同时也会降低生活品质 大肠长造症的这个诊断 你一定必须要排除掉其他气质性的原因 比如说肿瘤 癌症 或者是肠道的发炎 或者气势炎 这些原因都没有了 你才可以说这是一些长造症 不过我们再一次强调 就是它跟癌症并没有关系 那治疗方式就像我讲的 必须症状治疗 有拉肚子你就解决 去针对拉肚子便秘 针对便秘的方式解决腹痛 吃一些药减缓腹痛方式 对于长造症病患的改善 仍然是着重在与压力的调试 以及一些饮食习惯的改变 包括我们要减少一些 容易造成敏感的食材 还有一些容易造成发酵性的碳水化合物 我们饮食中可以多使用一些 包括胡萝卜 茄子 菠菜等等的 低迷感物质 并且在服务一些药物的治疗 通常能够得到不错的疗效 但是目前台湾所引进的药物 跟国外比起来仍然还偏少 国外研究发现 都会区长造症的盛行率 比非都会区高 而推测了长造症 跟情绪压力有关 长造症病友除了以药物治疗 也要规律运动培养兴趣 让压力有个出口 长造症也不会变成大肠癌 只是他们的症状比较相似 所以担心自己的症状 是否跟大肠癌有关的 还是需要到医院做检查 检查确定就是没有问题之后 才比较像是长造症 那就是可以以药物控制 然后再来是调整生活作息 对于长造症病患的改善 仍然是着重在与压力的调试 以及一些饮食习惯的改变 包括我们要减少一些 容易造成敏感的食材 还有一些容易造成 发酵性的碳水化合物 我们饮食中可以多使用一些 包括胡萝卜 茄子 菠菜 等等的低敏感物质 医师指出如果是情绪 或者是压力引起长造症 必须适度的释放自己的情绪 应尽量避免暴饮暴食 远离烟酒 多吃膳食纤维 缓解长造症 不舒适的症状 TVBS新闻 郑盛伟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